为了加速新建泛普罗州大道 副首相拿督斯里·法迪拉建议 财政部和公共工程部 在为大道项目选择承包商时 可以采用资格预审招标方式 他相信通过这个方式 不仅能够选出可靠的承包商 也不会影响大道的新建进度 如果肯定的承包商时 会变得更快 所以我将招待承包商时 是让我们做几款承包商时 这是什么招待承包商时 所以我希望如果会变得更快 所以我们会变得更有利益 我们不想招待承包商时 只要有很多承包商时 但最后的承包商时 今天在沙拉越出席活动的法迪拉 针对首相拿督斯利·安华 昨天在马来西亚日庆典上 要求加速兴建1492公里的 泛普罗州大道一室这样回应 公共工程部部长 拿督斯利·亚历山大早前表示 沙巴泛普大道第一阶段计划 涉及15项工程 目前已经完成了82%的建设 预计在2025年1月全面竣工 至于沙拉越泛普大道第一阶段计划 则涉及11项工程 目前还剩下2%的建设 预计明年就能完工